我只要黄金 大王小六 非常时期 县衙那位加强巡逻 是 我觉得 应该是这里 为什么 猛虎笑月 莲花出水 要是我 我也埋在这儿 能不能别这么皱自己啊 这个多不懂还当县令呢 这个山头的形状就是一头猛虎 夜晚时 月亮照在山顶上 所以是猛虎笑月 墓穴的周围是山和水围着 形状又像是一朵莲花 所以 是莲花出水 可以啊 断风 你确定 墓穴就在这儿吗 不确定 桑杰这老头 虚荣得很 而且极其迷信 选墓地必须要选一个最佳的位置 这里 顶多算是一个 富商豪身的水平吧 所以你的意思是 此地山泽通气为风相搏 水火不相射 勉强算个风水暴地吧 但山丘下沟壑纵横贯通水源 加之地形陡峭 从地势上看 是个绝佳的隐藏之处 我明白你们的意思 这么说来 这里地势最佳 风水最好 也是最有可能藏匿黄金之处 你能不能把你那个破纸子收起来啊 别着急嘛 这老祖宗传下来的记忆啊 肯定有它玄乎的地方 咱们要找的地方应该就在这附近 可绕了半天没找到 很有可能 找错地方了 是鬼打墙 你好歹也是一个师爷 能不能别整天神神叨叨的呀 可是万一就是 没有万一 你要相信的是我 而不是这个破尺子 敢问这位神迹妙善的唐大人 如可在哪儿啊 你们快看那是什么 桑节的墓 是不是 居然在这儿啊 检查一下 有没有什么机关 住手 因此 大人 别动 别藏了 出来吧 姜牟川 果然是你 多谢两位给我带路 你早就买通了老铁 让他背叛桑洁 宗应林也是你的气子吧 不提了 这两位都没有香瓜有用 外面的人守好了 是 走 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姜牧冲你住手 你打我 我早就想打你了 唐天远 是我为你清其所有 视你如天 你却让我尝到了天塌下来的滋味 是不是一定要没了它 你才能看见我 姜牧春 你总算露出真面目了 一直以来你装得很累吧 是啊 我倒要看看 你们会得意到什么时候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你不想打我